大卤虾肉质软嫩鲜甜 铺拌铁板高温坚熟 还能做成高档刺身料理 但疫情爆发后 活体海鲜没销路 都没有去 都自己煮 不敢出门吃 对 因为我觉得那太危险了 最近吧 比较多零确诊的时候 就比较放心 民众不敢出门用餐 业者伤脑筋 尤其上游水产批发最惨 没货 没客人 闲到发慌 还有时间排片玩虾 拉安全距离设隔离病房 因为从二月份开始 连两个多月营业额几乎挂蛋 一天大概差不多一张订单 可能就不到一千块的订单 很多航班是停飞的 等于我们没有货源可以销售 所以在二月 三月 四月 几乎销量都是少了大概八九成 目前店内有的活体海鲜量不多 最惨时期只有美国海鲜能进 波士顿龙虾 生蚝 几乎维持全电货量 疫情趋缓后 四月中开始 慢慢多了法国蓝龙虾 韩国帝王蟹 松叶蟹 但航班数量少 光是运费就要多贴六到八成 相对的我们进口的海鲜的成本也会往上走 消费者其实闷太久了 他们想出来吃东西的话 还是愿意付高出来的那些费用 到了母亲节的时候 其实一天可以营业可以做到十几万 跑不掉 所以它的相差其实是蛮大的 超过一个月没有本土个案 疫情趋缓反映在销售上 母亲节档期单日订单能破十万 只盼疫情稳定重回大丹荣景 三连新闻 李文盛 郑嘉宣 新美报道